大家晚上好 今天的直播间 我们请到了 Molly女神 大家可以鼓掌欢迎一下她 大家好 我先说一下 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选题 就是因为我每天都看星球 然后我发现像Molly女神提问 怎么送礼物的问题特别集中 然后我看了Molly的回答之后 我又觉得很多品牌都是Molly教我的 所以我觉得Molly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有见解的 但是 如果只是散落在星球里面讲 我要遇到什么情况 然后我要送什么礼物 我觉得这个太零散 所以 我也觉得能不能够集中做一期这样的一个节目 其实我最初跟Molly来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Molly觉得自己并不擅长 但是我觉得就是Molly平时表现出来的 对这种送礼的擅长 可能是她自己是没有觉察的 我觉得这正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一个特色 就是里面有大量的属于家学的内容 也就是外面你在学校里面 不会去教你的领导同事可能都不一定擅长 但是只有说你生活在一个人性事故 都非常周到的环境里面 你自然而然会的这些知识 那我先分享一下我对送礼这件事情的观念 我先说 然后待会儿欢迎Molly之正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不是很擅长 但是确实是因为我过去的很多年里面 一直是在送礼和收礼的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大部分时候我是收礼物的人 然后少部分时候我是送礼物的人 然后 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是有点经验 但是可能不是很专业 所以我想分享一下我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然后欢迎Molly的指正 然后我先说一个我很多年前 我读到的一个小说叫北京故事 就是后来改编成胡君彦的蓝语的那个小说 其实那个小说的主体故事我就不说 里面有个细节 就像观二代程翰东 她遇到了一个女人叫林静平的时候 那个林静平其实是个普通人家的姑娘 那她是怎么去跟陈汉东结婚的呢 首先她本身是什么落落大方 但是真正出现转折点是 陈汉东去香港出差 然后林静平去机场送她 送她的时候送给她一块玉坠 然后说这是开过光的 可以保你平安消灾 然后当时陈汉东也没有多想 就把她带到香港去了 到了香港之后 陈汉东去给这块玉坠去找一个链子 然后她就去了珠宝行 珠宝行的人告诉她 这块玉坠是很很贱的尾翠值三千美金 当时陈汉东就很震动 大家要知道这个是二十几年前的小说 但这个虽然是小说 但是她特别写实 因为她这个作者也不是一个职业的作家 应该是一个当时混迹在论坛上的一个素人 但是这个是根据真实经历改编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情节是很真实的 就是说陈汉东是被震撼了 说我没有送给这个姑娘什么礼物 但是她却把这么珍贵的玉坠给我 然后她就想起了 其他人对这个女孩的评价说 她是一个让男人无法拒绝的女人 这个细节给我的震撼很深远 就是她让我第一次意识到 原来一个女人你送一个很珍贵的礼物 给一个男人的时候 她还是会触动的 对 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前提 一个是 首先陈汉东不烦这个女孩 就是还是有点喜欢 只不过不是特别喜欢 她跟她那个时候已经是男女朋友了 只不过是那个关系不是很深 就是刚开始处男女朋友 并不是说刚认识 就是一定是处朋友 并且是男的不烦你 然后你再给她一个大礼物 这个才可能起到一些效果 然后她的细节也做得好 就送这块玉坠的时候 她没有说这块玉坠很贵 她只说我送一块玉坠给你 帮你保平安 帮你保平安 但其实对方还是 会知道这块玉坠的价值的 她也许她不是专门去股价 但是她拿到珠宝行去给她配链子的时候 师傅就自然会告诉她 你这块玉坠是之前的 她就自然而然知道 对方是对自己认真的 当然我们从那个故事后面的情节 我们知道这个林静平就是现在所说的绿茶 她其实也并不喜欢这个陈寒冬 她只不过是为了感动对方 而做的一个 会是一种下雪本 但无论如何 人家的这个表现其实是成功的 我们从技术上来说 人家就是成功的 然后我再说一个我自己身上发生的 数件失败的案例啊 我其实平时我送礼送的并不多 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跟别人维持一种 商务上的往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对女生送礼 就是我对女孩送礼 我是基本上没有出过什么岔子 因为大家都是女人 大家都知道对方喜欢什么 然后因为女人之间 你无论说什么 就大家不会产生误解 但是我发现我在送礼物给男人的时候 以前是真的踩了很多坑 我先说一个让我最刻骨铭的坑 我曾经在我打算成为一个 有点事业的女人之后 然后我开始去比较注意去维持 跟男人之间作为商务和作伙伴的关系 然后当时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没有太大经验的 因为我是对我说我作为一个女人 对一个男人可能是有点经验 但我对我作为一个女性的商务人士 对一个男性商务人士 其实我那时候经验不多 然后 比如说 到了中秋节 我就会给好几个男性普通朋友送月饼 这个在我一望看来就没什么问题 如果我给女性朋友送月饼没有问题 对不对 如果我作为一个女人对男人 我是不需要送月饼的 所以我在这方面没有经验 所以当我尝试着一个女商务人士 对一个男商务人士送月饼的时候 就出现了问题 然后我还在一次中秋节里面 给好几个男性 就是在我看来是潜在的商业合作伙伴送了月饼 这个带来了糟糕的后果 这个糟糕的后果是 那几个男性商务人士 从此都觉得我好像有点喜欢他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送礼 为什么呢 我事后我盘点了一下 就是 因为你中秋节送礼其实要有明目的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在中秋节给人送礼 如果说我自己公司的做的月饼 那我送给他 他如果是我的 已经事实上的商业合作伙伴 我是有明目的 但是我送的又不是 当时我又没有自己的公司 就是我当时作为个人去采购月饼 然后送给一个男性 然后我跟他又没有一个 正在进行中的商务合作 那他就会觉得有其他的想法 其实他有其他想法 这个后果很糟糕 因为你本身的那种礼商往来 兵兵游离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然后就尴尬了 关系就反而往后退了 所以从那个之后 我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 就是送礼一定要有明目 就比如说 如果今天我要跟一个人 第一次见面 如果我刚好手头里有一些非常 就是日常 但是可能有点实用 或有点可爱的东西拿出来 见面是一个礼 然后我去外地 从外地带个东西给别人 试个礼 然后外地朋友到 我在的这个地方来 然后我送也是个礼 但是如果是没有明目说 如果我上圣诞节给人家送个礼 然后我说我还是个商务人士 那别人就肯定不会这么想 所以说我觉得送礼 之前一定要想好明目 因为你礼物送的不好 本身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都因为出现了尴尬 出现了误会 反而让大家的关系变得退步了 以上就是我看到的成功的经验 和我送礼送出去的失败的经验 但大家今天过来 主要是听Molly说的 所以我也有一些 就作为我收礼的这个经验 但是我觉得先把时间给Molly吧 如果她她有什么 就是讲完了我再补充 如果她讲的内容已经足够多 那我就不多说了 哈喽哈喽 大家晚上好 首先特别感谢娟 然后邀请我来分享这个话题 其实呢我觉得我其实也是一个 不是特别会送礼的人 但是我还蛮乐意跟大家一起去探讨的 我觉得就是因为中国社会 是特别特别讲究礼尚往来的一个社会 只要你还在社会中还是社会人 就免不了礼物这件事 然后呢到了年末也到了送礼收礼的旺季 然后呢希望今天的直播能给大家带来一些送礼的小灵感 然后呢在最后的15分钟我们会回答一些问题 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集中提问 因为开始这个这回的课程也是 居然和我都发现就是很多问我如何送礼的问题 然后有很多呢说的其实不太清楚 所以也没有办法去回答 那么今天就可以集中统一去回答一下 我觉得首先可以讲讲送礼的技巧 然后我们会讲一讲男女之间 然后我们会讲一讲男女之间 就是暧昧或者是这种谈恋爱结婚 然后怎么互相去送礼 然后再讲一讲亲朋好友间的礼尚往来的送礼 以及商务送礼 首先讲讲送礼的技巧 就是包括大家在提问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我会说 请你说明白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被送礼人的这个兴趣爱好 他的性格 然后你打算送礼的预算 你们俩之间关系的亲疏 以及最重要的是你期望得到的反馈 或者是你希望办成这件事 通过送礼办成这件事的难以程度 因为这些种种的因素都决定了 你应该送什么礼比较合适 以及你送礼的价位 我可以从我身边的一个神奇的姐姐开始讲起 就是她的人脉就是横跨了整个这个亚洲 从中国到日本 从日本到东南亚 然后各种神奇的大哥大佬 都是她的好朋友 就是这个姐姐呢 她今年在通州包了三人亩地 就种菜 然后呢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在我的酒吧 就可能会有几个公司的高管 当时正在喝酒 她在旁边她们之间是陌生的 但是她就会很快的打开话题 然后就会说说我最近家里正好种菜 我来给Molly送一点菜 那么我就会 然后她就会说 我也给你家送点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低成本 而且迅速破冰的一个话题 就是我觉得她在这方面做的非常聪明 而且呢她会有很多就是 各种渠道的新奇好玩的小玩意儿 然后对于大佬来说 这些东西都非常新鲜 就不是传统的鲍鱼海参之类的这些东西 就是而且会觉得这个是原生态的特别好 就是我可以以她为一个例子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如何用低成本 去套路这些大佬们 然后首先讲讲男女之间送礼 先讲男生该怎么送你追求的女神 或者你想搞定的姑娘礼物 就是因为其实在求偶过程中 连熊鸟都会懂得去叼一些亮晶晶的宝石啊 之类的来讨好雌鸟对吧 所以我觉得男生送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在追求阶段 女生去考验男生的一个诚意 这个我就想起了恋爱时期 我的当时的男朋友也是现在的老公 他就把我所有的微博 Instagram之类之类的社交网络 全部设置了特别关注 然后他会去翻 你最近点赞了什么 你最近关注了什么 就是比如说因为说实话 就是送车送钻石什么给我 我当然会很开心 但不会觉得那么的窝心 他就劲走偏锋 比如说我喜欢的一些什么好玩的日本的小玩意儿 然后可爱的猫咪玩具什么的 可能我微博刚点完赞 过几天我就收到了 或者是就是 比如说我拍卖行 拿起一个东西多看两眼 他可能过几天我就收到了 就是这种不经意间的这种 就是他在惦记你 就是这种可以说是 就是他为这个礼物所辗转反侧 付出的时间成本和精力 超过了这个礼物的价值 这个是也是比较一小博大的一件事情 但是又话说过来 每件礼物这个男生都送到你的心卡上 就一定是家偶嘛 其实这个会说明 首先他会有很多个调教完他的前女友 或者是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难搞的母亲 然后所以才会有这么高情商的男生出现 所以要不然你就是捡着宝了 收到了一个经过多位女人调教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老公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你遇到了一个绝世大渣男 然后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一个白富美的朋友 然后呢 他当时有无数人追他 然后他做了一道考验题 就是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现在心情不好 因为他喜欢的一个鞋的根 居然他走着走着掉了 然后呢这个时候同时大概有三四个追求者 然后有安慰他的 然后有说我到时候带你去买的 然后有说你喜欢什么 就是我到时候在陪你买 只有一个男生当时就开车到他们家楼下 然后带着他重新去买了一双Jimmy True 最后呢他结婚选择了这个男生 但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男生就是一个特别会撩妹的人 然后在他的运气就出轨了 最后也是不太好的一个结局收场 所以其实也就是我举这两个例子 其实就是说这个风险也会非常高 就是女生不要太以男生送礼 能不能送到你心卡上为这个最终的决定标准 就比如说其实很多直男真的是 会送出匪夷所思的礼物 那么这个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调教的时间 就是也不要太生气 我觉得重要的是沟通 就是你可以明示暗示 甚至如果觉得太笨就直接说 你给我送什么什么就行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说说这个 男生送 女生应该回给男生什么礼物 或者女生应该送男生什么礼物 我觉得刚娟分享其实特别好 就是关于那个蓝鱼的故事 还有她自己给就是未来的商业伙伴送礼 结果导致了一些尴尬的情况 就是其实我们也讨论过 就是有很多礼物是女生给男生送 是有非常明显的 也不是性暗示吧 就是有非常明显的暧昧的 比如说领带 比如说这个皮带 钱包卡夹之类之类的 就是这些会 就是送给普通的男性友人 其实是有点不太合适的 就是是比较适合送给男朋友的贴身的东西 然后这个其实在恋爱期间的开销 我也有在星球里回答过一个问题 就是男女比例 就是男女之间付出的比例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我个人比较建议是三期 然后可能到了就是女三男妻追求期间 基本上是他送你一个什么样的礼物 你可能以别的由头或者请吃饭之类的 尽量的去回馈 有一个回馈 因为我身边所有的就是家庭优渥呀 或者是有一定的个人追求的优质男青年们 还是会比较在意就是女生到底有没有给我一个正反馈 就是因为说实话大家都是独生子女 大家的家境或者是身世背景都差不多 而且尤其是现在一线城市男性 其实是会有无数人追在后面 问他你最近空窗吗 要不要给你介绍女朋友 所以他们也是会有自己很骄傲的一面的 就女孩子不要想说我是女孩子 所以我就应该被优待 然后我就应该一直收礼来考验你 然后直到直到这个男的觉得你 你这人恋爱的时候都这样 结婚以后你更不会付出了 然后可能一个幼稚男青年就这么跑掉了 所以我觉得最好最好 还是要大家都付出这样子 至于送什么礼物 其实就跟我刚才讲的差不多 你可以去关注你的男神 或者你安慰对象 或者你男朋友的一些动态 社交网络也好 包括他最近没Face 我给你讲的一些东西也好 像我老公其实他就是非常好猜的直男 他觉得索尼大发好 就是索尼出的新品他都会非常喜欢 然后PS4 然后那个叫什么Switch 各种游戏各种乐高 就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孩 然后呢有一些东西他自己买去 会觉得不好意思 然后就会问我我能不能预知我的圣诞礼物 或者预知我明年的生日礼物 我想买个游戏我想买个乐高 就就跟养儿子差不多 也有这种IT男可能他就是会喜欢说 这个机械键盘对吧 然后包括拆驴狗的最爱降噪耳机 因为这个就是飞机上有小孩在旁边哭闹 真的是非常崩溃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早饭机 其实真的不在于这个礼物的贵重与否 而在于说就是你有没有关注他 就是比如说他最近工作压力真的很大 然后哪怕就是你说你可以来找我撒撒娇 然后你不要太累了 然后我带你周末出去玩一圈 你可以周末订个周围的度假酒店 或者是给他送一个spa jar 因为男的很少自己会去做spa 或者做个什么汗蒸大宝剑之类的 大家一起促进一下感情 都会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就是一定要因为男的我觉得都是像那种长不大的小孩 一定要让他觉得自己是被关爱的 然后你是时时刻刻把他的冷暖放在心上 对然后像冬天的话就是比如说可以给男生买润唇膏 护手霜这些都是他们觉得会很羊泡 但是尤其在干燥北方用完以后觉得 还是有个老婆好有人照顾我 对我觉得亲朋好友 一个是各类的重大场合 比如说这个婚礼 然后什么白日婚丧嫁娶这一类的 那么就是要有一个账本 就比如说当年他们家给我随了多少 我可能随着这个时间 可能过两三年通货也膨胀了 我不可能人家给我一千我也反一千 人家给我一千我得反个一千五或者两千 这些就不必再细聊 就是一定要记好这个本 然后该还多少还多少 这是正常的人情往来 那么第二种就是这个 维持日常感情的送礼 就是我觉得娟说的那个特别好是 你要找一个油桶 比如说每年的就是一到这个 这个水蜜桃成熟的季节 然后我无锡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果农 我可能每年要送出去几万的一个水蜜桃 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吃桃 我会把它送给各种各样的亲朋好友 就是只要跟我有弱联系的人 包括最近走动的比较频繁的人 我都会送一到两箱 就是直接就说说是比如说我包的这个 果园正好成熟了给大家尝尝鲜 这个是我们周围非常常见的一种做法 有承包一片草原的就是每年春节送羊的 有承包柚子树的 可能一个柚子树几千斤 每家分个几麻袋 有承包菜园的 有承包鱼塘的 就是说起来会别人觉得货 就是还挺厉害的 但其实花不了多少钱 对因为毕竟是农产品 那么你给领导送 或者是给这个亲朋好友送 你可以说这是我老家的特产 比如说什么淮山药啊 什么陕西小米啦 什么梅腺的猕猴桃啦 林童的软子石榴啦 都是那种吃起来很棒 就比进口水果的口感还要好 但又不太花钱 然后但是又让别人惦记着你这口 还真挺好吃的 就一定要做到好吃 然后不贵 这个高贫次的送礼 然后礼清情一众 让别人一直想着你 刚才娟也有提到就是家学这个事情 就是我是会被父母和公婆要求的 就是在中秋重阳春节这一类的重大节日 一定要给家里相熟的长辈 就是家里的世交亲戚们 首先你要发短信微信去祝福 像年迈一点要打电话 然后要上门去拜访 就是人情就是一个越走越亲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你没事你就去人家家那坐会儿 人家有什么好事也会首先先想着你 你送我点这个啊 我送你点那个 都是这么熟络起来的 然后作为晚辈一定要对长辈的这种各种的问候 一定要到位 所以每年可能除夕前或者是春节 就啥事也不干了 就在那一条一条编短信 这个是所有人其实都可以做到的一个非常低成本的事情 但是真的会是比较有用的 就是其实是一个 也是一个就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就前段时间让我很震惊的是 就是我婆婆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嘛 然后我让她帮我约牙医 我就看她和牙医的聊天记录 就是她所有的节日都会跟那个牙医说 就是祝福她怎么怎么着 然后叮嘱她这个注意身体 那个什么你说这牙医能不给她服务好吗 就是她对一个说实话是服务她的人都做得这么周到 那么就是就可想而知对吧 就是有时候不一定要送礼 可能你就是嘴甜一点 多惦记着一点多走动一点 其实都挺强的 礼只是一个没借 只是一个借口 那么我借着 可能OK 就是我这柚子熟了 我给您送两斤过去 就促成了一个见面的机会 然后商务送礼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之前星球里也有讨论过 就是说送礼一定要送硬通货 就是即使这个人不喜欢你这礼物 但是你这礼物特别好转手 好转赠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iphone 对吧新出的iphone 无论就是绿色的 然后最最大的容量 然后他无论是闲于转卖 还是他再转手送给哪个小妹妹 都很容易 茅台中老年人的硬通货中华烟 每次我们从就是机场免税店出来 基本上就是就是能带几条带几条 中华 然后那个各种各样的什么小熊猫 就是那种一千多一条的 都会买 因为送叔叔拜拜 叔叔拜拜来了一人给一条 这种就是非常体面 然后人家也也用得到 对这种都是非常容易送的出去的礼物 然后呢如果是托人办事 首先呢会有一个中间人 最好是有个中间人 然后通过中间人你去了解对方的诉求 对方是要钱啊 还是要你办某一件事啊 还是要一件礼物啊 那么了解了这个以后 你再去准备 准备以后再跟中间人去 通过中间人去送 还有一种是你直接送 但是直接送的话很有可能是送不出去的 因为求他们办事的人太多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何送到对方的心里去 就真的不是说一节直播客能聊的了 就是你可能需要浸淫在他身边许久 真的去了解他的喜好 甚至是比如说他可能爱登山 或者爱高尔夫 或者爱美女 或者爱什么就是你得了解到他的喜好 然后你送到他的软肋上 他没有办法拒绝 那么你这个事肯定能办成 但是因为我现在其实没有接触到 这么险恶的这个商业社会 这一块还是被我的 父母公婆长辈给隔离开来的 就是他们会处理一些 更加微妙更加复杂的一些 商业社会的送礼 就是我妈跟我讲过一句话 我觉得说的特别的难 就是说当你把礼物送出去了 就是胜利 或者对方肯收礼就是胜利 当然了也有很多情况是 你刚送完礼人家高奔进去了 或者是天有不测风云 刚送完礼被双归了 就是这种也是非常有很大风险 也是很有可能的 就是这个就是很微妙的 一个人生的课题了 然后商务送礼的话 我再多聊几句 就是送礼的时机也很重要 就是包括 就是前段时间我母亲 因为这个乳腺癌 然后呢需要做一些手术 那么按照道理来说主导医生 然后麻醉科的医生 其实这些都通过别的人打过招呼 但是呢我就还是会担心 但是因为医生非常的忙 所以说他的办公室 永远是有人的 然后包括永远是有七八个助手 围在旁边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现金压根就送不出去 就是我也尝试过送了几回 就苦苦守在那个病房的门口 但是找不到他独自一人的时机 后来呢就是只好就是给他们 就是护士啊医生啊都买了很多那种水果 吃的啊什么的先打点着 然后手术就做了 做完以后呢我又通过中间人 给医生又表达了一下心意 就是就是反正只要是你在社会上生存 该有的礼数一定不要缺 就是该花的钱一定要花 最终尤其关系到你的最至亲好友上 比如说孩子上学 比如说父母看病 这些我觉得都是不能省的 哪怕再难也要想办法把这个钱给到 然后说到这个中间人 中间人去帮你就是疏通这个关系 然后帮你打点这个事情 按理来说基本上你是要给他百分之五到十的 就是这个是可能是我这边的规矩 然后呢所有的就是给我帮忙引荐资源的人 我试诚之后都会跟他分 这样子人家才会给你就是下一次的机会嘛 然后包括我觉得可能我的A朋友和B朋友 他们之间互相不认识 但我觉得他们有合作的契机和可能性 我也会组织把他们约在一块 就是引荐他们互相认识 如果他们试诚了那我也很开心 但他到时候分不分我钱 这个我不说忘也不在乎 但是长长期以来这样子 你的人脉之间是互相流动的 因为他们之间互相因为你有你的背数而认识 最后他们成事了说说白了也不会忘了你 就是基本上就是也不要忘记感谢这个中间人 我讲个小故事啊 如果我的老粉丝 因为肯定知道我这个故事在公众号啊 讲了好多遍了 但是我 我估计居然的粉丝很多人也不了解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当大家不知道我可以讲一下啊 关于送礼的故事 然后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 我从海南家公司辞职 然后回到甘肃老家 那时候我没工作我在网上就是投简历 当时我投的目标就是要做大客户啊 然后那时候我就开联想 那时候 因为那是 重庆和成都 那时候我 我就在成都重庆 我只要投这两个地方呢 就是知名企业大公司 然后我就给联想投了 然后呢 就是投完了我也没当回事 然后两周之后 我有天我在吃面条 然后在家吃面条 马哥做面条 哎 崩一个电话 028 一个电话 坐机打过来了 然后呢 他就电话里面 他联想的面试我了 大概有17分钟 我当然觉得这个是靠谱 因为如果对我不感兴趣的话 对我不感兴趣的话 不可能在电话里要聊17分钟 然后呢 我呢 我就在百度上 我把这个坐机 啊 就是 就是 就说人肉出来了 这个 我就把那给我打电话 那个HR 联想HR的名字 在那办公 啊 办公传都 哪个地方办公室地址 我都给人肉出来了 然后我跑到超市去 然后甘肃有种小 小吃是国普类的特别好吃 但是现在我不怎么吃了 那个有点甜 假上我看了点营养学的东西 这国普类的腌制食品还不好 但当时我非常爱吃 而且我料定他爱吃 叫甘草杏 特别好吃 然后买了两包 一包16 两包32 然后再加快递费一共是45 我给他快递过去吧 然后呢 又过了两周 我在外面跑步呢 接到他电话 他说 哎呀那个 你给我送的东西收到了 然后你多少钱我打给你 因为人们 他不愿意欠别人的 不愿意 武功不守路 我说哎呀 我说一共才45 你说麻烦麻烦也没几个钱 然后他话题一转 他说 啊那个我们在招人 那个 我说你上次面试完了 我问你啊 你那个 你愿意去重庆呢 还是去成都呢 然后我 我当时我就 脱口出 我说我要去重庆 他说 为什么想去重庆呢 我说重庆 我重庆大学毕业的呀 把他把他把他好 然后呢 他说那这样的 我那个我给安排个最终面试 因为 就是最终 就是 因为他之前电话消什么 然后还需要 也不要最终面试 就是我 我接下来安排这个重庆的 大客户总监 给你面试 我说好 然后呢 因为 对我来说 像这种口头表达的 你比较强烈来说 最怕的是 没有面试机会 当我有了这面试机会之后 好 我拿下了这个 大客户总监 然后 我拿下了重庆 分公司的这个 总经理 彭佳勇的面试 我都通过了 然后事后呢 事后呢 然后HR跟我说 他说 我做了人力招聘 这么多年 头一次收到别人给我送礼 他说你是一个 唯一一个 能push我的 就是能推动我 来走着面试进程的 你想他收到我的好处 他肯定会 会 会在众多候选 因为我我根本不是最强 背景候选人 当然还有个惠普 上海的 我压根没 没在IT地方混过 也在竞争上岗位 他们反正就把我赶送礼这事给说了 他们就说这人呢 有心 然后呢 就是确实做这个大客户的料 就大胆的啊 用了我这个外地的欠 没有这个IT硬件销售的这个背景的这么一个人 就是这个是我关于这个通过送礼啊 把这个工作搞定故事 后来我跟我妈说了 我妈说别人会不会觉得你这人呢 就是不老实啊 就是叫耍滑头 我说因为我干的是大客户销售 就是搞关系的 我这个送礼属于 哎 这人确实有悟性 假如我说要搞科研的 我这么送礼呢 为了一个工作送礼呢 就不合适了 就觉得我根本不是一个搞科研的成下心的人 然后就是我想总结的就是 我这个给人送礼的习惯呀 这么多年一直在用 因为我是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人 说完情节之后社会人 我没有一技之长 我只能靠团结别人 跟别人发展好关系来赚钱 或者是能领导别人啊 所以我非常看重人际关系 这个送礼这块呢 是一直就是 没事我在琢磨啊 这人想要啥 什么要送的好啊 怎么之类的 啊 行 这是我的小故事呢 我就分享完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这是我身边就是混得好的人的一个特点 就是真的是时时刻刻去想着 对方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去送什么 他们会开心 就是他们就是快乐的创造者 爱的分享者 就是哎 今天吃到这橘子不错 来石香 然后分给我的亲朋好友们 就真的 这是一个成功者的一个必备的素质之一 我觉得是 哦对我我刚才想分享我的小故事 是一个气血的作为中间人的一个经历 就是当有人委托你办事 然后呢通过你送礼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去衡量 就是委托你办事 人这边靠不靠谱 因为每年呢有很多会 拜托我们家去属通这个 异校考 就是异考关系的 有很多人真的是 你这边给他打完招呼了 最后人家异考的时候压根都没来 没来 因为觉得没来 所以觉得那我这礼也就不用送了 但是我们招呼已经打完了 那么这个这个后果就要你自己去承担 有一位朋友问 就是给忙碌创业的男青年送什么礼物比较好 然后详细的描述了这个男青年的状态 这点很好 但是你没有讲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我看你在星球里有补充 就是因为关系没有那么的近 所以有点嫌弃 不想给他送降噪耳机这么贵的 我的建议其实还是就是送让他感觉到比较温暖的东西 比如说像一些冬季的男士的护肤品 就比较便宜的像切尔氏啊 或者是那种什么曼秀雷敦男士这个档次的送一套护肤品 或者是送那个最近一个过冬的神器 尤其在没有地暖的地方 就是可以去淘宝搜一下叫电热地垫 或者电热地毯 就是可以买一个比如说一平米乘一平米 或者两平米乘一平米的 就是可以在工作的时候放在脚底下 然后他就像一块电热毯一样会持续的发热 就真的是过冬非常适合的一个保暖神器 然后也不是特别贵 这是我的一个回复 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送一个他出生年份的威士忌 当然了二十多年或者三十多年的威士忌 可能价格就已经上来了 前段时间还有一个二十四孝好老婆问我想订一桶 就是他男朋友这个生日年份的桶 那这个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一个东西了 对就是如果想有送这个威士忌啊 送艺术品啊 我这边从几百几千到几百万的其实都有 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啊 因为也是捐的千疗是比较私密的一个地方 呃所以我会把我个人微信号一会公布了 然后大家可以加我 然后加我的时候要备注一下来意 不一定每个人都加哦 嗯好的好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那个还是推荐大家买下千疗直播间的会员 大家如果对威士忌酒或者是送你有更多的 嗯 需求或者想交流可以加moli的那个微信 然后 加千疗直播间的会员是扫我上面的二维码 以及加了会员之后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 然后我个人微信可以把你拉到一个我们的千疗会员的资源对接群里面 对这个链接点进去它有个一年选项 啊最近大家买卷 因为卷的直播间啊 卷真的是很认真啊 啊您可能我这个 就我说了我的手术啊 时间 时间 与这个直播冲突的这个直播都不能停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见 卷是非常重视这个直播 嗯 非常重视它的所有的这种支付费的产品 所以呢 推荐大家买的会员也是为大家好 这样的话可以节约大家的那种 每次啊9块9的这种成本 kayak干嘛 第一个别别 pink 到猜獎 加到一个颜色 有个颜色 最处期费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